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到箴眼的第九章 箴眼的箴眼 可以分为 七个大的篇章 第九章 一至九章 是一个篇章 第九章的里面 也是第一个篇章里面的总结 前面每一章当我们来看见 所罗门讲到 父亲的训会呀 来劝达我们 我们真的要去寻找智慧 那今天在这一章的里面 也是这个方向就是 究竟我们要怎样得着智慧呢 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怎样来选择呢 这一章的圣经里面 我就给他一个题目是 生与死的邀约 可以分为三个大段 第一大段是 一至六节 是智慧妇人的邀约 第二段七至十一节 智慧人劝戒 谢慢人 十三到十八节 是指愚昧妇人的邀约 这里是很特别的 就是好像一个 逆人发一样 就是讲到两个 一个智慧的妇人 和一个愚昧的妇人 同样在街上 来邀约 街上面的人 要来赴这个宴席 那究竟这个 赴这个宴席 究竟什么样的人 要去服什么样的宴席呢 原来这一章的圣经里面 也都可以分为三个人 大家听了之后 就会更加明白的 就是原来当中 我们可以分为 智慧人 愚昧人 谢慢人 智慧人 就是一个愿意听 愿意明白 神的真道的人 愚昧人 就是 他可能会很容易 去摇摆不定 很容易来到去 会受听到的事情 他们就会很难 立定心意 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哪一条路 而智慧人 就是一些很轻视 很会 招讽傲慢的人 不愿意听的人 是不愿意 来追求智慧的人 那这一章的里面 也讲到 智慧的妇人 和愚昧的妇人 来邀约这些人 那这些人当中 他们做什么呢 究竟两 这两个邀约里面 智慧的妇人 和愚昧的妇人 又有一些什么不同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一至六节 智慧建造房屋 凿成七根住者 宰沙深处 调和之酒 色白沿袭 打发十里出去 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说 谁是愚昧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了无知的人说 你们来 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你们愚昧人 要舍弃愚昧 旧的存活 并要走光明的道 在这里第一段 我们看见智慧的妇人 她建造房屋 做成七根的柱子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见 这个智慧的妇人 很特别 她是很有能力的 她是很有 一个家庭里面的 她是先建造房屋 这里形容她是 用七根柱子 来承托这个房屋 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看见 这个智慧的妇人 其实她是 先巩固自己的家 她建立居所 建立殿宇 为的就是要 要让一个 很宏伟的居所 在她的家中 也让人能够居住 在其中 接下来就是说 她宰杀 牲畜 调喝之酒 设摆 言席 就讲到这个妇人 她要设摆 言席 不是普通的 主义餐饭 而是要她 大排言席 就好像要盛宴 来预备 来庆祝 非常盛大的日子 我们知道是 过节的时候 才会 大排言席 好像我们新年的时候 我们的团联饭 或者我们吃 开联饭的时候 我们就来 大排言席 而这个智慧的妇人 她是自己 亲自来预备 这个言席 这里讲到 她去宰杀牲畜 讲到她 预备最好的 调和之酒 然后将上好的 就在这个言席 里面来预备 让宾客来品尝 其实在圣经里面 你会发现 有很多时候 都会用言席 来形容的 比如 耶稣讲的 比喻里面 都曾经讲过 她要邀约 这上面的人 来赴宴 而通常这个言席 就是 要去形容 就是神的救恩 所以在教堂里面 这个智慧的 言席的邀约 其实也都可以 这个智慧妇人 也是比喻 耶稣 她邀请所有愿意 谦卑下来 愿意来 渴慕的人 只要你愿意 来的时候 这个言席 就为你来预备 这个救恩 只要你愿意的时候 你就能够来到品尝 你就能够来到领受 所以在这里里面 我们知道 原来神的智慧 神的这个言席 是向每一个人 愿意的人来敞开的 只要你愿意听 只要你愿意来到当中 只要你能够 谦卑自己的时候 原来这个智慧就能够向我们来敞开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 在这个圣经里面 可能和世界很多的 世界上面很多的宗教很不一样 其他宗教可能就说 你要修炼啊 要很神秘的 要很特别的 你才会明白 你才会得到那些智慧 相反在圣经里面 跟我们说 一个真实的智慧 一个属神的智慧 原来不是 只给某一些人 才能够领受 他这里形容就是 第三基说 达法十里出气 自己在城中 至高处呼叫说 谁是愚谋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你们来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这里就讲到 原来耶稣基督自己 智慧 属神的智慧 原来他是亲自 打法十里出去 去到城的高处来呼叫 这个呼叫 也可以讲成是一个呼唤 一个宣告 就是只要你愿意的人 只要你是渴慕的人 只要你是愿意回转 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原来这个言习 已经为我们预备 原来这个智慧 就能够让我们敞开 所以原来在我们去相信 耶稣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不需要 常常都觉得 我都不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呀 究竟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原来这里神告诉我们 这个智慧 神是主动的邀请我们去敷衍 原来这个智慧 主动的来到我们面前 你愿意寻求的时候 你就会寻见 只要你愿意来敲门的时候 神就说 我就要为你开门 这里这个智慧的妇人 讲到 谁是渔蒙人呢 就转到我这里来 我刚刚讲到 渔蒙人是一些什么人呢 渔蒙人其实就是一些 他的心意没有立定的人 他很容易会受到 世界的一些的教导 可能他的 就会有一些偏差 然后他听到 有一些讲法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呢 但是当这些人说 我知道我是渔蒙的 我知道我自己是不懂得 怎么选择 但是这里智慧的妇人 就来呼召 如果你知道你渔蒙 你就可以转到来这里 就是生命里面 一个完全的转向 是一个真正的对着神 对着智慧来走 然后他又对这些无知的人说 你们来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这里神其实很想告诉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最好的研习 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最好的酒了 你们只要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 这个研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 其实在我们教会的里面 在我们六一的里面 在信任的里面 这个研习可以代表什么呢 其实也可以代表 每一天的成岛啊 我们所预备分享的成岛话语 我们每个星期 从拜回来听的讲道 原来这些都是在属灵里面 一个很丰富的研习 这就是神很想借着这些的神的话语 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 当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 当我们愿意能够听这些话语的时候 原来就好像 就好像我们的名字是灵粮堂 就好像在灵里面那些粮食 就迟到我们的心里面 就能够让我们得意 以致我们生命能够更加明白 俗神的智慧是什么 更加能够拿着从神而来的真理 去辨别我们每一天的方向 我们就从做不同的选择 我们每一天来面对困难 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究竟我们要 站在哪一边呢 究竟我们怎么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甚至愿意将这些话语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好像将神的话语 就好像粮食一样 来到我们吃进我们的肚子里面 吃进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原来这一个言息 就会让我们这些的话语 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产生一个极大的智慧 所以第六节他就说 你们渔蒙人要舍弃渔蒙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知道 我们其实真的很微小 我们真的很软弱 我们自以为所知的 其实在神的里面都不算些什么 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限制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智慧的时候 当我们越发来智慧负人的言息的时候 他就说你就得存活 这个存活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一个灵里面的生命 不是说我们肉体的生命 原来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这个灵其实我们里面是很需要的 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神的里面 吸收这些的真理 不住的在神的里面 吸取从神而来的智慧 这些的力量 就让我们的灵里面 能够越发的有生命 能够越发的来强壮起来 并且要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刚刚说是生于死的道路 智慧的富人 其实就是让我们走一条深的道路 是一条让我们越走越光明的道路 相反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只有两条路 如果我们不走在智慧负人的呼召 这个邀约的里面的时候 其实相反 我们就走在一个黑暗的道路上面 所以第一端就是告诉我们 原来神是透过这些智慧的富人一样 在城中在高处来呼叫宣告 如果你知道李渔蒙 如果你知道李愿意谦卑下来 你愿意听的时候 你就来 你就来啊 你就来 你就来到城的里面 来到我这个 这么宏伟的房屋里面 来到当中 来到来吃这个筵席 因为这个筵席让我们得生命 这个筵席 让我们能够存活下去 这个筵席 是让我们能够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到第二个大段呢 第二个大段呢 就是 以智慧人的劝戒之道 当我们愿意来谦卑下来 来服这个筵席的时候 这里 所罗门也都提醒我们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呢 我们可能都说 我们很想成为神 打发我们出去的使律 我们要呼召更多的人 来进入这个神的国里面 但我们怎样更加有智慧呢 这里第七节 十一节就说 只责 谢曼人的必受辱骂 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 不要责备谢曼人 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只是一人 他就增长学问 既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 自身者 便是聪明 你借着我 日子 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征 你若有智慧 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谢曼 就必独自担当 这里就讲到一个 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人 当我们要从这个愚梦人的灵验 我们要醒悟过来 我们要来追随神 我们要来听神的智慧 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耳朵之外 原来当我们 都要来劝戒人的时候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他说 当我们要来指责这些千万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们 指责恶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玷污 原来我们是一个智慧人 我们都要懂得来分辨 当我们说 我们好想传福音乐其他人 当我们说 我们很想分享见证 我们很想来斥责 斥责那些 仍然在罪里面的 不肯听的 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用以硬碰硬 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如果你知道 这个人 根本就是一个泄满人 就是他很傲慢 仍然很自我 仍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甚至他是轻视神 藐视神 根本听不入耳的时候 原来他说 其实我们得了的回报是 只会被受辱骂 甚至 当我们站立不稳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这些恶人当中的时候 我们反倒会被玷污 所以神就教导我们 我们都要懂得来分辨 当我们说 我们都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 我们领受这个 当我们想分享出去的时候 我们都要分辨 我们不需要明知道 这个是一个恶人 是一个陷满人 是一个不愿意听的人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们 可能要停一停 等一等 我们要等神的时机 要等神 先来感动他 柔软他的心 所以他就说 不要责备谢满人 恐怕他恨你 我们不需要 不停地死讲乱讲 就是说你还不信主啊 我要继续穿福音给你啊 你继续在罪里面是不行的 你这样子会越走越黑暗的 我们不停地来讲 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 不要 我们要停一停 不要责备这些的谢满人 恐怕他恨你 其实是神很想 再留一个机会 就是让这个人柔软下来 让这个人开始 神光照他的时候 我们才在这个时刻 我们才来做劝戒 我们才来做责备 相反 神教我们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理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只是一人他就增长血问 这里神就是说 我们要去分辨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的 有智慧的人 他愿意聆听的 他是愿意去改变的时候 神说我们就要发出责备 我们就要将神的真理 神的教导 就要向这些的智慧人来发出 因为他说当我们 向着这些智慧人来发出的责备 真理教导指示的时候 他说这些的人就会更加的爱我们 也会更加让他的智慧增长 其实当特别 我们在六一一里面 我们常常就是体验 就是当我们成为小组长的时候 常常在这个拉扯里面 当我们面对一些组员 我们很紧张的时候 就是你要听啊 你要听啊 你要改的时候 可能有些时候 有些反效果就出来 然后就拜拜了 不见了 有一些呢 反过来就是 有些很可慕的主员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将 神的话语真理 去管教他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感动 终于 有一个属灵人来提醒 原来这里 神也要来提醒我们 无论是我们这小组长的 或者是父母都是一样 神的提醒我们 我们要来到教导 我们要来责备 但是也要在一个对的时间 也要对着一个对的人 来发出教导 只是责备 当你知道这个人 他根本就是灵完不灵 他不听的 他根本就是很心硬的时候 神就可能跟你说 神放 省一些力气啦 现在还不是时候 原来这都是一个属神的智慧 第十节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之圣者便是聪明 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原来怎样才能得到教导 原来怎样才能够 我们里面能够越发的聪明 原来我们要来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不轻视神 我们不轻慢神 我们真的以神为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每一天 在我们上班也好 在我们照顾家中也好 我们每一刻当我们有这个敬畏的心 我们真的知道 看神为神 不轻慢神 就是那一个神 他有一个绝对的主权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 这个认识 就是一个不是单单头脑上面的认识 而是更加是一个关系上面的建立 是一个讲到我们和神之间 亲密的关系 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一个头脑上面 去认识这是一个神 我认识祂是自高的 我认识祂是有主权的 我认识祂是一个最有能力 最有智慧的神 而后面认识就是一个我和神 来建立关系 一个亲密的关系 是和神 有一个非常 可以去聊天的 情形土一的 能够明白的 原来在神的里面再一次告诉我们 我们敬畏祂 我们认识祂 我们亲近祂 不单单是头脑上 而且是情感上 我们都是和神有连接的时候 原来这就是我们得到智慧的开端 这就是我们得到聪明的方法 当我们越发的来靠近神 认识神 亲近神的时候 他就说 你借着我 日子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增 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 就是当我们 越发来认识祂 亲近祂 明白祂的真理 行出祂的真理的时候 神就会应许我们 你的日子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添 还有他就说 你若有智慧 是于自己有益 你若信慢 就必独自担当 神再一次来提醒 这个智慧 是于我们有益的 其实我们来继续 塞住耳朵不听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其实只是 对我们自己有损 当我们越泄漫 当我们越傲慢 自以为是的时候 这里说 必独自担当 就是我们只能够 自己担负 我们自己一切的重担 相反的 我们越靠近我们的神 相反的 我们回应这个 智慧妇人的邀约 原来神已经在我们的面前 原来生命之道 已经在我们的面前 原来光明之路 也都已经在我们的面前 究竟我们来怎样来选择呢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最好的道路 但是相反的 原来第三点 于妹妇人的邀约 我们一起来看 于妹的妇人宣扰 她是于妹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的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过路的 就是执行其道的人 说随时于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了 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人却不知道 有阴魂在她那里 她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发现 好像和第一段 真的很相似哦 原来这里就讲到 愚昧的妇人 又好像智慧的妇人一样 但是她这里就是说 她是在自己家的门口 在城的高位 她在宣扰 宣扰的意思就是 就是大大声声的吵啊叫啊 但是她叫什么呢 她也是在这里叫啊 随时于蒙人啊 可以过来啊 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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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为你预备了言行 原来这里神告诉我们 当神好像一个智慧的妇人 来护照人来吃我的言行 但是仇敌也同样 也来模仿 也来好像照着她这样来做 也是在街上面来宣扰 大吵大闹 就是叫人来啊 来跟着你们一样的了 护照 就是随时于蒙人 他转过来啊 原来这里是讲的 这些外邦的文化 一些其他的宗教 原来仇敌都要好像神一样 来叫人 但是这是一个假的 是一个 因为里面讲的 这个愚昧的妇人 她是愚蒙的 她是一无所知的 她自己以为 自己 你这个正位妇人很厉害吗 你要叫人的 也许我都可以啊 但是事实上 这个愚昧的妇人 她里面是愚昧的 她里面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她自以为自己 我都跟你差不多呀 我也一样可以 你做得到事情 我都可以做得到啊 但是其实她里面是一个愚蒙 一无所知 没有智慧的人 她有些什么不同呢 虽然她教宣的论容是一样的 她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15节就讲到 她呼叫过路的 就是执行其道的人 其实意思就是 其实她呼召一些 本来是往光明之道的人 她就呼召那些 本来走向智慧富人的 那条路的人 她很想就跟他们说 不是那边呢 不是那边呢 转来这边呢 转来这边呢 这边才是有好东西 这边才有丰盛的沿袭 她就引诱这些人 来走黑暗之路 但是17节我们就看见 愚昧的妇人和智慧的妇人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她说偷来的水是甜的 暗吃的饼是好的 还记不记得刚刚第一段 智慧的妇人是怎么说的 智慧的妇人是说 建造房屋有七根的柱子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妇人 并且智慧的妇人说 自己宰茶生畜啊 调活之酒啊 来白色宴席啊 但是这个愚昧的妇人呢 愚昧的妇人 其实她是靠偷阿拐骗 其实她预备的酒水是偷来的 她预备的饼也是暗暗的吃的 意思就是 她是在黑暗的里面 她是在隐藏的 但人却有时候 你会发现 人就很想 在这个黑暗的里面 我记得看个一个新闻就是 讲到有些人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隐僻 就是 她不是没有钱 但是她很喜欢去偷东西 但是被抓住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她可能为这一包很便宜的糖 然后去偷东西 然后就被警察抓了 但是当访问她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偷啊 你又不是没钱来买 她说 我觉得偷回来的感觉 那种快感 就是那种觉得不被人发现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暗爽 就会觉得我好厉害啊 而暗店里面做一些事情 是不会按照正规来做 原来人的罪信里面 真的有这一份 就好像这个愚昧的妇人说 她不是真正念进去预备演习 她预备的酒水是偷来的 要给你吃的东西 也就是暗暗的吃的 是不可以光明正大吃的 而这个愚昧的妇人 其实她里面 以为这是这个智慧 所以她大大声的跟所有的人说 你看啊 偷回来的特别甜的 你看我骗回来的饼 吃的时候 特别的好吃 原来这就是一个世界的小学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面 一个情欲来引诱我们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原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引诱 每一天神都呼召属神的人 呼召甚至没有信的人 要来到尝这个属神的丰席 但是仇敌也同样的 用假的东西 用一些谎言 用一些包装的糖果 很想引诱神的百姓 或者是没信的人 来藏这些黑暗里面的严席 然后最后一节她就讲到 人却不知 有阴间在她那里 她的刻在阴间的深处 当人不知道 没有选择到 智慧妇人的那个严席 她却选择了 愚昧妇人的严席的时候 这里讲到的结局就是 原来在这个愚昧妇人的严席里面 有阴间在那里 是有阴魂在那里的 并且会落在一个深处里面 一个不能自拔的里面 而这一章的里面 其实所罗门很想带出的就是 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不要再被外邦的异教啊 被其他的风俗来影响 也都更深的就是 其实所罗门 看一支八章的里面 他不断不断的来讲 我儿啦 我儿啦 你要来选择智慧的道路 我儿啦 你要起来选择光明的道路 所以在这章的里面 其实神也很想透过这一章 无论我们作为父母的 其实我们神很想透过父母 来传承这一份的智慧 我们作为小组长的 神也很想透过小组长的这个角色 来传递这一份的智慧 但是当我们说 我们要做父母做小组长 要传递这一份的智慧之先 我们真的要先来审视我们自己 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究竟我们是不是一个智慧人呢 还是其实我们仍然是一个愚蒙人呢 我们很容易的就是东倒西歪 我们很容易被偏障 我们很容易受世间的引诱影响 还是我们更甚 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泄漫人 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听 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选择才是最好的 边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就马上关门 我觉得很感恩 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的时候 神再一次地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要先做好自己 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 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 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神那我们真的要谦卑自己 我们真的要来愿意聆听 我们真的要来去渴慕 神的那一份的智慧 相反的在世界上面 有很多影响我们 引诱我们的事情 我们真的要求生 给我们有能力 我们要完全地离开 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这个星期很特别 当我们今天读这一章 其实是所罗门一个父亲的训会 而这个星期六日正好是我们教会 要来举行我们的第一次的成人礼 而这一个成人礼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 不是说你长大了 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了 而这个成人礼是 更加是在神的属性里面 在神的里面去宣告 要对准神 在这个生命的里面 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更加认定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期的时候 我要选择跟随神 我要选择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要选择这一份的智慧 选择跟随神 跟随光明的道路 当我都成为妈妈的时候 当我的女儿越来越大 我就会发现挑战就越来越多 就会是早两天 我在街上走着走着的时候 突然之间 就看见商场里面 我的女儿就突然问我 为什么不行呢 就是有一个Hello Kitty的那个 但是她就会问很多的问题 当她会发现 女孩子最喜欢这个公仔呀 表姐为什么会有呢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有呢 然后她里面就会产生 很多这些的问号啊 就会在这里翻弹 就会在想 不是啊 每个人就在这里拍照啊 每个人就在这里买那些公仔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 原来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 其实无论我们也好 我们的下一代也好 其实我们不断的 都是在两边的冲击 神的真理 世界上面很多的引诱 很多世界的小学 当里面冲进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呢 当两边冲击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站立得稳呢 我们真的除了我们 我们真的要先自己站立得稳 我们才能够继续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影响我们的主缘 愿今天这一章来帮助我们 要真的有智慧地做出选择 也都求神给我们有从祂而来的恩典 就是我们要懂得选择 也都有恩典 成为一个智慧人 一个愿意走在神心意 常常有一个柔软的心 有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朵 我们不再做泄满人 也都不做愚蒙人 我们要在神的里面 成为智慧人 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席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主要你将那一份敬畏的心 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 主要我们知道 你今天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自圣者便是聪明 抓你的话语 是熬练人心 抓我们感恩 在每一个早晨 你都用成道来练进我们 你用你的话语 来管教我们每一个 好不好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一起来开生 将这一份的感恩 归给我们的神 神的话语 是何等美好的 神的管教 是何等美好的 神想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去跟随 他的路来走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将这一份的感恩 归给我们的主 感谢你 赞美你 你的话语是何等宝贵 就让你用你的教导 来开启我们每一天 抓这次极大的恩典 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 去领受你的话语 引导我们去走每一天的路 就让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 神对我们很好 今天 神在真言的第九章 来揭示了 让我们知道 智慧 和愚昧 原来 今天这个智慧的妇人 愚昧的妇人 原来让我们看见 世界的里面 同样存在 这两个妇人 同样是会 对我们来邀约 原来关键是看我们的选择 是什么 我们今天来看见 愚昧人 她是怎样的 好像经文十三节 十四节讲 愚昧的妇人 宣扬 她是愚蒙 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十七节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 饼是好的 原来愚昧的人 是经常吵吵唠唠啊 甚至她是一无所知的 她很容易 自私过高 甚至自我感觉很良好 她就坐在自己的家里面 坐在城中的高处 座位上面 这是愚昧的妇人 甚至 她不是走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路上面 常常的 用一些偷 偷阿拐骗的东西 来 这是愚昧的 当这样一直属于妹的时候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都来 检视 我们自己 当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 特别 我们和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相处的时候 或者和我们配偶相处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很容易 都会有一份 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又或者 有一个自我机制发动 当我们身边的人 给我们意见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站在一个 高处 的座位上面 坐在自己的 自己的家门口 是什么一时呢 就好像 封闭了一样 就好像完全接受不到 我们身边的人 给我们任何的 一点的意见 原来这都是愚昧 人的表现 甚至 她会用她的方法 用她的表达 很多很多的借口 宣扰 被羽蒙来蒙蔽 一无所知 我们会不会都很容易 露入一个这样的光景 我们很容易 屏蔽身边的人 给我们的任何的 一点意见 原来我们这样 不知不觉 我们好像 应约了这个 余蒙夫人的邀约一样 好不好 我们就来检视 我们都是 我们常常会 跌入的一个位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都为着 我们的心来祷告 我们都不想 做这个愚昧人 我们都不想 身边的人 给我们意见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 来跳出这个愚昧呢 今天金亚牧师和我们分享 关键其实是在于 金为伊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自身者 便是聪明 你若有智慧 是于自己有意 你若泄慢 就必独自担当 我们都不想 做愚昧人 关键原来是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选择 走智慧的路 我们里面 都要有一份 敬畏神的心 敬畏神话语的心 好吧 我们就为着 我们的心来祷告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有一个人听的耳朵 帮助我们 有一颗柔软的心 正在当身边的人 特别是 我们的属灵的长辈 有一份教导 领导的时候 抓力让我们 耳朵是能听的 我们的心 是要敞开的 我们是愿意来接受 修剪 我们的任何 的意见 抓求力拎走 我们里面 那一份的 至于为是 抓我们不知不觉的 我们都成为了 一个泄漫人 我们 不想 但是我们很容易 听到一些管教的声音 听到一些管教的话语 临到的时候 我们反过来的 我们就好像 用一份的辱骂 用一份的抵挡的态度 去对待 但是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拿走我们这一份的自我 拎走我们的那一份的 悖逆 抓力将一份柔软 谦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好让我们 更多的来珍惜 主你的话语 主你那一份的智慧 抓力让我们 能听的时候 更多的 可以去行出来 当我们接受到 这一份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不是 只是单单 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上面 我们要有一份的 在你里面 支取那一份的力量 我们可以来 行出来 可以来修正 改正 抓这才是 你今天教导给我们的 我们要成为 智慧人的向导 我们要成为 属神的 那一份 智慧人的选择 抓力帮助我们 每一个 你让我们 有一颗 愿意改的心 愿意 行出来的心 抓我们 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一直 看下去的时候 特别好像 金阳牧师今天提到的 是的 我们要来做智慧人 得着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星期 要来 我们新锐的第一届成人力 无论今天 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 可能 我们是做小组长的 我们更可能 我们 肉身孩子的父母 我们都要来 好好的 管教 我们的孩子 好像金阳刚刚所分享的 当他在这里写这首 真言的 第九章的这首歌的时候 很容易 我们就会跌入一个 去用我们自己的准则 来量我们的孩子 会觉得 好像不如我们的标准 不如我们心所想的 我们就会去 灭走我们孩子的志气 甚至 我们跌入了一个 分别上个数的 想法的里面 我们就用对错 来判断我们的孩子 但是今天 神再一次的 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得到这一份的智慧 智慧人 是怎样的呢 我们智慧人 怎样用一份属神的智慧 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 真的以神作则 来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常常都很想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小组员听话 但是 但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听呢 又或者 我们有没有在 适时的时候 将一份的管教 给出去 又或者 我们很容易 去到一个位置 去到一个位置 管教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单从 他们的成绩来看他 我们欠缺了那一份 进入孩子的心 特别是那一份的管教 忽略了 管教我们孩子 和神的那一份关系 好不好 我们做父母的 属灵父母的 我们都要一同来 开生来祷告 为着我们自己 要有这一份的智慧 去管教我们的孩子 为着我们自己 都要以身作则 来管教 好让他们 不作愚昧的人 我们开生来祷告 你来帮助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很多时候 都有软弱的 主要但是 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有一份 以身作则的心 来做我们孩子的榜样 当我们自己 都愿意听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将 这一份的管教 同样的 临到我们孩子身上 主要你让这一颗 生命树的眼光 给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不单止 在成绩 在对错的里面 来和我们的孩子 来相处 更多的 你让我们可以 真正的进入 我们孩子的心 我们小组员的心里面 用关系来和他们相处 让我们更多的 来帮助他们 过一个的过程 和神的关系 这才是神 所看重的 并不是单单看 他们的成绩 单单来看 他们的结果 主要你帮助我们 有一颗这样的心 让我们的眼光 转向更多 我们来扶持他们 管教他们 主要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真的很容易 用分别上个树的眼光 但是主要求你更多的 今天让真言的第九章 来成为 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每一个 都可以 来得着神的智慧 来管教我们的孩子 主要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听我们的 每一个做父母的祷告 Amen 第九章第六节 你们渔蒙人要舍弃渔蒙 救得存活 并要走光明的道 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得到 这一份的智慧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但是第一件事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承认 我们自己是一个渔蒙人 我们真知道 自己是一个渔蒙人 选择 要舍弃这一份的渔蒙 当我们真知道 认识 承认自己是一个渔蒙人 并且愿意舍弃 这一份渔蒙的时候 神说 我们就得存活 并要走在光明之中 我们要知道 愿神先来帮助我们 因为神都说 瞎子都不能 拧瞎子来走路 所以我们 先要有一个回转 我们要先来认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教养我们的祖元 愿神今天 让这一份的 警醒光照都在我们的里面 常常来提醒我们 转向神 再一次 归回在神的智慧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尔奉你的名祝福 孩子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你的面前 有一颗谦卑 柔软的心 承认我们里面的那一份渔蒙 承认我们里面那一份的碗梗 承认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知 但是主要我们 愿意将这一份更大的恩典 放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懂得回转归向力 让我们懂得分辨 智慧妇人的声音 让我们懂得分辨 要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爸爸你就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个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做父母的里面 做小组长的里面 都能够让这一份的智慧 在我们的小组 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 愿你继续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每一个 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更多的敬畏你 认识你 得着智慧 得着聪明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随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而求阿们 感谢主今天的成长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美你 再见 请不吝点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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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